请观赏燕霜飞 你牵着手 走无忘物的沙丘 可能从此以后 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想起一切用剧头 想去离开 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用水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你愿着留恋不放手 等我不经都看过 也许你会陪我看溪水长流 我会想起一切用剧头 想去离开 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用水不朽 我会想起一切用剧头 你愿着留恋不放手 等我不经都看过 也许你会陪我看溪水长流 也许你会陪我看溪水长流 不要只看溪水长流 我会想起一切用剧头 我要看溪水长流 在表情里面 要让他来 就起了 所以呢 你說話,你跟我說話嗎? 喂?喂? 電話已經掛了 是嚴打來的,一定是嚴打來的 是嚴打來的,不過電話現在已經掛斷了 我要回房間了,我要去等嚴電話 陳妍,陳妍,你怎麼樣了?有沒有摔痛啊? 肚子,肚子有點不舒服 來,我扶你 不要碰我了 陳妍,你不要緊張嘛,我扶你上房間休息去 來 你怎麼走?哪一天啊? 今天你可是好好休息一天了,早點休息吧 本天余 你今天不可以打電話也不可以接電話 要不然,萬一已經打電話來的話 就打不進來了 陳妍,你在哪裡? 陳妍 陳妍,你在哪裡? 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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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沒有 Life 冒無 陳妍 陳妍 趙 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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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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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男的在家 就成了全家人的接線生了 有人找華開眼 也有人找你 都說到處都找不到你們兩個 陳妍在家嗎? 現在想到他了 他好像被你們鐵殘角踢出局了 現在你們是雙雙對對的二人行了 陳妍是不是回家了? 回家了 他已經在房間裡睡覺了 走開, 華開眼 你還用力來見我? 陳妍, 對不起, 媽 我害你 我害你吃了一斤 你誰害我吃了一斤? 你差點害我把孩子... 陳妍, 你不知道你完全誤會了嗎? 我誤會什麼? 你明明說好要帶我去做產前檢查的 結果護士小姐說是要幫我做什麼流產手術 那是你自己搞錯了 護士小姐也搞錯了 才會有這些誤會的嘛 你在說什麼完全聽不懂啊 我和莊醫師說好 要帶你就在產前檢查 但是莊醫師沒有和護士小姐說啊 那為什麼醫生不跟她說呢? 她不需要和護士小姐多說的啊 她不需要和護士小姐多說的啊 檢查是醫生的事 她不需要跟護士小姐說的 而且... 以後還沒有結婚 莊醫師是媽媽的好朋友 她又不那麼關心我們 當然不會跟護士小姐說 你去做產前檢查啊 可是護士小姐 怎麼會說我是去做墮胎手術的呢 我想護士小姐大概是看了你的病歷 上面寫你有小孩 而且陪我來又沒有名字 她知道你還沒有結婚 通常未婚懷孕的女孩去看醫生 都是去墮胎的 所以她就自作聰明 猜你是去墮胎的啊 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如果我要騙你的話 我一定會和醫生護士都說好 這樣護士就不會說錯話 這個時候你的胎兒都已經被取出來了 那... 你跟蘭大哥是真心愛我 對我好 沒有出賣我了 當然,陳妍 你愛我 我也愛你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你 姐姐 你愛 persone 但姐姐 faint 你愛是我 你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馬上 你aud� 可是它 你實在打你 感動 你好 你應該再向楊阿姨報告經過的情況 看她是否可以給你一些指點 或者我們可以安排我母親 自己在電話裡和陳人說一次話 那麼待會兒等我回到辦公室 就先打電話和美國那方面聯絡 看情況怎麼樣我再告訴你 今天要見面的時候 沈寅,還是好想看醫生 我們集中的心情 我們把醫生怎麼闖出來 我們把醫療消息給你 那樣這一家 怎麼樣 我們就這麼做 我們要去看醫生 我們要去醫生 你不怕醫生 我還沒去問題 我沒有去疲勇 這孩子, 生病怎麼能不看醫生呢? 陳妍呢? 陳妍說他沒有什麼不舒服 他吃了以前用過的胃藥 現在已經睡了 餵 開眼, 你的電話 天文找你呢 我到樓上去接 開眼為什麼不能在這裡聽電話 一定要到樓上去 有什麼事我不能聽的嗎? 喂 開眼, 我和喬治聯絡過了 他們那邊天都還沒亮 社群, 會不會跟我們一寫兩晚 不放棄 別的, 這裡 不放棄 你先去老宗 和她說一條 有還給你 我可以去哪兒 我會去哪兒 我會去哪兒 首先要去那兒 我會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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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會去哪兒 你不去哪兒 天文 你要出去啊 开言 天文刚在电话里有没有提到我啊 你一定有时候偷偷去约会 天文的魅力还真不适合 天文 老师 你要看一下两位画画说 好 开言刚刚接到天文的电话 就急急忙忙出去了 再给我一回 杨阿姨电话就该来了 你要喝什么 茶就好 谢谢 近来我总觉得在这屋子里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瞒就我在进行 花叔叔指的是哪一方面的事情呢 我们一起生活这么久了 彼此也非常了解 你这么机灵的人会不知道吗 就连你母亲 她对我也是吞吞吐吐的叫我着急 天文我可不希望你 瞒着我什么才好 我怎么都能进行 这个人 你不愿意 多了 我们没有人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為甚麼就瞞著我一個人呢? 喂? 天宇, 是你啊? 你找你哥哥嗎? 不, 我不找天文, 我找你啊 你找我? 你為甚麼會打到這裡來找我? 我知道你在這兒啊, 華開爺 我的第六感一向都很靈呢 那我告訴你啊 華叔叔知道你不聲不響出去 他很生氣喔 我現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跟你多說了, 我要掛電話了 喂, 喂 華開爺啊 華叔叔真的是很生氣喔 喂 喂 天宇怎麼知道你還我這兒 他說他的第六感知道的 天宇找你也有事嗎? 是陳妍是嗎? 喂 喂 娅娅啊 請等一下 喂 喂 喂 媽 媽 我是開爺 開爺 怎麼了? 到底怎麼回事 你帶妹妹到莊醫生那裡去了沒有啊 跑了 跑了 那結果呢 還好她回來了 這都是莊醫生的舒服 她應該事先要跟護士說清楚的 你怎麼回事 我一定會想要跟她 有意見 你怎麼回事 你家裡是沒有事 你什麼回事 我已經不早了 我試著勸她一些話 我盡我的力,你也在旁邊協助我 我們都是在為成岩的好處著想 乖女兒,你明白嗎? 我明白,媽 明天下午兩點是嗎? 媽,你放心,我一定會把成岩帶來的 成岩要知道,你要跟他說話 他一定非常高興的 我不是去死,,你明白嗎? 你別說話,我…… 打不聽 陈云 你出去了 陈云真的好痛苦 痛苦 我好想飞着 却又去带你 跟你见我 陈云 我好想你 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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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陳言 喂 爺 怎麼是你接電話呢 喂 喂 爺 爺 李恩, 你怎麼疊下床來了? 喂? 喂? 董事長夫人, 我是傅兆梅啊 李恩, 她不知道怎麼從床疊下來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馬上會找醫生過來替她做檢查 李恩 李恩 好痛 好痛 我骨頭快散 好痛 好痛 爸, 你找我啊 嗯 她不明白 怎麼說 不明白 一趟 她不明白 我同樣的 她不明白 劉師 哇 她不明白 你怎麼會拿嗎? 對不起,爸,我急著... 開眼,我希望你們不是瞞自我做出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 你知道爸爸的脾氣,我這一生最痛恨的就是男女之間不清不白 爸,我... 你想說什麼?你是清白的,你什麼都沒有做錯,是嗎?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做錯的話,為什麼我老是感覺不得近呢? 你要怎麼解釋清楚? 爸,我的確沒什麼好解釋的 如果你已經那麼認為的話,我想我再怎麼解釋,你也不會相信 開眼!開眼! 你怎麼解釋? 姐姐... 姐姐... 楊大哥的辦公室也沒有什麼好玩 你們又要帶我去那裡 是不是想說什麼我不想聽的話,給我聽啊? 是媽想念的,她想和你通個電話 我也想她啊 我想媽媽想得要命啊 但是萬一... 她又要我去把孩子拿掉 然後... 她如果要提這件事情 那我該怎麼辦呢? 她說我答應也不是,不答應也不是 可是...我心裡會很難過 那... 你是不是願意和媽媽說說話呢? 我怕和她說話 可是我又想跟她 你家好久沒有聽到媽媽的聲音了啦 那你就不用怕呀 媽媽愛你 為了你的事 她已經好幾個晚上沒有睡好覺了 她覺得 這些東西都很難過 就是她的錯 媽媽說 如果她沒有離開 你就不會發生這些問題 媽媽想害你說話 她和你一樣的想念你 她也想聽聽你的聲音 我也想聽媽媽的聲音 沒有太好 她想跟她說話 那個樣子 她不會很差 女兒 她是女兒 她不會吧 那個樣子 這個樣子 我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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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女兒 我有もう一回事 就在我身邊 媽 媽 媽,我是陳妍了 你現在在哪裡嗎 你怎麼去那麼久 都不理我們了 陳妍,我的乖孩子 我的乖寶寶 你都好嗎 我很好 你放心 那你自己呢 你回來嗎 媽,我好想你啊 什麼 你說什麼了,我聽不清楚 陳妍,媽問你 詹妍現在在哪裡 她回台北了嗎 姨恩現在不在台北 她到加拿大讀書去了 媽 你聽了一定很高興對不對 你不是一直說 姨恩不應該不讀書了嗎 她現在聽你的話 她乖乖去讀書了 媽 你是不是很高興啊 你的乖女婿聽你的話 讀書去了 陳妍,乖女兒 詹妍不是媽的女婿 什麼 你現在怎麼說她不是你的女婿嗎 你不是你真很喜歡她的嗎 我是很喜歡她,承妍 但是她跟你沒有結婚 我就不可以稱她做女婿 這個道理你應該懂的 承妍 承妍 你別哭罵 罵還有很多話要跟你說呢 你知道詹妍什麼時候回來嗎 我不知道 可是我想她很快就會回來了 告訴媽 她在加拿大什麼地方 媽可以替你去找她 真的啊 那太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她的姊姊 她去上課以後 一直還沒有跟我聯絡 我想她一定很忙 可是 她會馬上跟我聯絡的 承妍 聽媽的話 媽 如果詹妍已經很久沒有跟你聯絡了 就表示她已經把你給忘了 把我忘了 不 她不可能把我忘記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媽 你這樣說我會非常傷心的 你聽我說 你已經長大了 不再是小孩子 做人有很多痛苦的事 就算你受不了 你也得承受 詹妍既然把你給忘了 你就應該忘記她 不 你也不會忘記我的 媽 妍說過的話 我都記得 她愛我 我也愛她 我相信我們到死都不會變心的 媽 你相信我們 你不要說這樣的話來傷害我 媽 不是這麼愛你 你不要 你不要讓我傷心媽 承妍 你爸的脾氣你是知道 他要是知道你沒有結婚 就生下孩子 他會氣得發瘋的 你應該聽你姐姐的話 到莊醫生那兒去啊 你 你說來說去 就是要我去打胎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孫子 你為什麼這麼狠心 你為什麼不愛他 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謀殺你的孫子 我不是狠心 我當然愛我的孫子 但是你跟憶兒沒有結婚 生下來的孩子就不合法 結婚是什麼 什麼是合法不合法 我看不見他們的差別 是 我知道結婚的人都有一張紙 那叫結婚證書是不是 媽 你也有一張紙不是嗎 可是那對你有什麼用呢 我的孩子在我肚子裡面 他會一點一點的長大 他是活的 這是一個事實 你讓我去問那些 看不見的 不重要的東西去把他殺死 我做不到 你還跟我說你不狠心 你不狠心 你 你分明讓我去做一個 殺自己害死的兇手 你那讓我去做一個 不要哭了 我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請我不要哭了 請你快 我不要哭了 請你快 我不要哭了 請你快 請你快 媽有多心痛 你知道媽有多心痛 廢侯 事情演變到這裡 你應該很清楚 雖然大家都認為陳人是個弱智的人 事實上他是有最純最真的意義 但是任何規條所不能左右 當然我也了解你做母親的心 我相信你也知道 陳人是個值得人家疼愛的女兒 我了解 這是他母親的處境 如果你現在回台灣去 你想你能讓陳人剁胎 你做得到嗎 而且你認為 那是一件做對的事 我不知道 老師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可以怎麼辦 媽媽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我 憶恩 你為什麼不在我身邊 我該怎麼辦 憶恩 你為什麼不在我身邊 憶恩 憶恩 你為什麼不在我身邊 回來 我也有 你為什麼不在我身邊 你們有什麼意相 你為什麼不在我身邊 你能見到你會再出口 然後你會可以養活我們三個人 讓開我幸福的活著 全心全埋愛愛你的人 有時候我會想知一切又幾頭 想去離開 都有時候 沒有什麼回憶 不如我帶陳元搬出去,躲起來 我會永遠保護陳妍的 可是現在我讓他那麼傷心難過 我真的覺得 覺得我自己好殘忍 你別胡思亂想了 逃避不是辦法 只要我們和咱影恩聯絡上 你別胡思亂想了 你別胡思亂想了 逃避不是辦法 我們要想到 請明明 劉美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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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利用我那間宿舍 讓陳妍來辦一個小型派對 那間屋子任由他佈置 然後呢,再請一些朋友來熱鬧一下 我想陳妍一定會很開心的 我只怕陳妍會不理我 我去試看看 我求他,我想陳妍應該不會不答應 他總要給我個面子吧 陳妍幫我打擾 我怎麼這麼看 陳妍幫她 陳妍幫你給我 哎呀... 陳妍幫你拿去 是家的 今天天文搬到新宿舍 他們年輕人大夥就熱鬧去了 你再睡一會兒吧 感冒需要多休息 這裡真不錯 環境好、空氣好 天文這麼大好人 你們來了, 我就高興了 口頭上的禮物就免了吧 來, 請進 謝謝 太爺 我還以為你們姐妹把我忘了 怎麼忘得了你呢? 肯定有飲料, 你們也請吧 好 請喝飲料吧 來… 謝謝 謝謝 天文, 古玉會胡寶月駕到 哪一天你們請喝飲酒 一定不可以忘記我的功勞啊 好, 一定 怎麼會吧 你們快要請喝飲酒了 還沒那麼快 其實我們能夠認識啊 真要感謝天文 要不是天文大力推薦我 去參加抱月主持的講座 我們哪有共取的機會呢 原來你們認識是蘭大哥介紹的 蘭大哥, 你不要光為別人著想 你也要趕快為自己找一個女朋友出來啊 姐姐, 你說是不是嘛 姐姐, 你說是不是嘛 你又怎麼說她的 本來就是嘛 我看到李妍成莊成載 我真的好高興啊 只可惜李妍不在 如果李妍在的話 那就太好了 如果將來 胡寶月和古玉會一對 陳妍和陳妍一對 那你們 就變成親戚了 對呀 那我要 稱呼你為 表哥 表嫂囉 對不對對不對 你說我有沒有說錯 是啊 沒錯 老婆, 大家在這裡說話 裡面請吧 這大家都變成親戚了 我都變成局外人了 什麼時候 你又讓這邊 你會知道 你又等到 好, 那你沒有回來 這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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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烟雷, 可不可以了 你手終於又是我的手了 無自由了 彥恩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彥恩, 安心一點 小陽十八才剛拆掉的 電話, 電話快給我 把我打掉給陳彥了 快呀 可以親自撥電話的感覺真好 陳彥, 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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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 陳彥 找不到陳彥 他又不在 別著急嘛 我們先去吃飯 吃完飯再打嘛 為了慶祝你, 可以自己用刀叉 我請你去吃一頓豐盛的大餐怎麼樣 來 看見到小楊 小楊 馬琳 我沒有想過一件事 什麼事啊 董事長 對你的期望 你父母親都希望 你能在這裡多待一段時間 休幾個學分 這樣對你是很有意的 我看那是对他们有益吧 对我而言 多修那几个学分我会更好 少修那几个学分 我不觉得我会变更差 当然你说得也很有道理 不过现今社会看人的标准就是 看人的标准 就是看你们出国留学杜金 像我表个古余辉那样对不对 义恩 将来你的成就 一定远超过古余辉 不管怎么样 他也只是德勇气的副总经理 而你会是总经理 总经理又怎么样 我会变得比较快乐 公司就是要交给像古余辉 这样的人才去经营才对 要是交给我 我怕我会 你会怎么样 我会把公司所有的股份 都释出给员工跟同仁 想工作的人就努力工作 不想工作的人 拿了退休金或遣散费 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公司是大家的 就像有才能的人才能出头 公司才有前途嘛 义恩 这些话 你可不要在你父亲面前说 公司是他一身的心血 他听到这些话会不高兴的 我吃不下了 我一定要跟陈妍联络上 没跟他联络上 我心都定不下来 手机赶紧电话吧 许多两个街ja 那天 你要小孩 你要父亲 你 noche 你在 ratios 我跟你笑 我会像我的一切 还有极头 想去离开 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 会远睡不醒 喂 喂 你是谁啊 你是展颜 喂 颐恩 是你,真的是你啊 喝水 颐恩,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有给我电话? 我好想你啊,我真的好想你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 你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 只是你真的让人家等太久了啦 陈颜恩,你到底在哪里啊? 为什么我请副照媒打好多电话找你都找不到呢? 什么? 为什么请副照媒打电话找你 陈颜,你都不知道啊 我从鞋锅上滚下去啊 什么?你从鞋锅上摔下来? 你有没有怎么样? 我手脚都摔断了,鞋锅也差点摔坏了 你都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没有人告诉我 我以为你是念书太忙 所以没时间给我打电话 那你手脚掉了怎么办? 你现在好了吗? 颜恩啊 你可不要变成残废 不然 你就太可怜了 宝贝,宝贝,不要哭 不要哭,好吗? 我跟你说啊,我 我全身上都打了石膏 躺在床上很久都不能动啊 当然痛啊 我今天才刚拆石膏啊 我第一件事就打电话给你啊 宝贝 宝贝 我恨不得赶快回去抱着你亲你啊 我真的很想你啊 宝贝 宝贝 我也跟你一样啊 我也好想你哦 我好想抱抱你 亲亲你哦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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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过来听听看 你听这是不是陈嫣的声音啊 员 乔恩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一定想像不到 不是啊 不是我姐姐跟兰大哥斩恋爱 而是 我怀孕了 要为我幸福的活着 全心全意爱爱你等 有时候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极头 想去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回忆 我会想起一切有极头 不是啊 不是我姐姐跟蓝大哥谈恋爱 而是我怀孕了 什么 你怀孕了 你怀有我们的孩子 人 就不要做爸爸 我就要做妈妈了 晨妍你 你现在是太可爱 太可爱了 那你就要做小妈咪了 我当然知道啊 我会赶快回去跟你结婚啊 这样的孩子才是合法的嘛 我爸妈要知道你怀孕的事 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天啊 晨妍 我们就要有自己的小孩了呀 那当然了 我们的小孩一定跟养娃娃一样 我得知道晨妍 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客气 老师 你忍一忍 至少我们在宝妍 还挂了一个去 你听见吗 陈业他 他对宅妍说什么来着 他说他怀孕了 这不行不能再忍了 你得立刻找他过来 问清楚 老师 你在气候上 你去了就会把事情闹大 现在事情闹得还不这么大吗 陈业他 咱们会这么胡同 姐 姐 怎么了 没事 怎么样 我跟你说 爷呢 那马上就要怀孕结婚了 你觉得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有没有 他跌了一跤 把手脚都跌断了 好可怜 在医院待了好久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以为 他会骗我 他才不会呢 可是 他因为跌断了手脚 在医院躺了好久 动弹不得 现在呢 时高一拆 他就马上给我打电话 那咱也不得 你以为 现在人呢 还在医院里吗 没有 他现在已经出院了 颜真的好可怜 才刚出过车 就跌了这么大一跤 他爸妈 叫他好一点 以后再回学校去 可是他现在知道我有宝宝了 他说他要跟他爸爸妈妈说 要立刻跟我回来结婚呢 那你说 江妍的父母会同意你们这件事吗 他才不管他们同不同意呢 我的妍呢 已经打定了主意 逃也要逃回来啊 姐姐 妍又快要回来跟我结婚了 替我高兴啊 嗯 江妍 我真的替你高兴 我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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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 你第一个呀 快点 不奋 freue 你 你